看这只挂在树上的青蛙 已经被风干成了腊肉 旁边还有被风干的老鼠 就连小鱼头也被挂在树上 居然有人这么重口味 还是什么人在这里恶作剧吗 事实上这些都是他干的 这种鸟叫做伯老鸟 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鸟类之一 虽然它外表看上去乖巧可爱 但却是一个十分凶猛的狠角色 有着雀中猛琴的称呼 还有人称它为屠夫鸟 从这个称呼中就能听出来 它肯定是一个吃肉的家伙 虽然吃肉的鸟很常见 但是伯老鸟吃肉的方法却独具一格 虽然伯老鸟拥有一副 和鹰沟一样锋利的挥舞 赋予了它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却缺少了老鹰那样有力的抓 不能像老鹰那样把动物一击致命 或者把猎物带到半空中扔下来 然后就能慢慢地品尝猎物 所以伯老鸟捕猎时 最主要的武器不是抓子 而是锋利的鸟会 伯老鸟会用会部咬断猎物的喉咙和脊椎 让猎物失去捕猎能力 但是这一招并不是每次都会奏效 这时候伯老鸟就会叼住猎物疯狂甩头 就像落水斗甩干身上的水一样 用大幅度的甩动让猎物失去反抗能力 但是这样做也有些费劲 于是伯老鸟在不断地进化中学到了一个神力的办法 如果哪天你在树上看到一串蚂蚱 或者被挂在树上的蜥蜴 不要以为这是谁家小孩子在饿作曲 这些可能都是伯老鸟干出来了 伯老鸟的腿部肌肉不发达 不能像老鹰这些猛情一样 利用爪子和嘴部配合来分食猎物 为了能快速使猎物失去反抗能力 伯老鸟就会利用树上的尖刺 或者铁网上的铁丝 把猎物牢牢地串上去 然后一点点撕扯猎物的肉吃 虽然这种方式看起来非常残忍 但却是伯老鸟聪明的体现 屠夫鸟的称号也是由此而来 把猎物挂在树上除了方便食用之外 这还是伯老鸟储存食物的一种方法 伯老鸟不像其他鸟一样拥有素囊 而素囊又是鸟类体内用来储存食物的器官 所以伯老鸟每次进食的量都非常少 吃进去的食物很快就会被消化完 这就会让伯老鸟更容易饥饿 需要不停地进食 每次吃不完的猎物挂在树上之后 就能达到储藏食物的目的 等到饿了就不用再去重新捕猎了 还能防止食物被地上的蚂蚁等食肉动物偷吃掉 如果是抓到了那些有毒的昆虫 伯老鸟还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晾晒猎物 等几天猎物体内的毒素降解之后就能享用 当然伯老鸟还会通过悬挂更多的猎物 来彰显自己的实力 树上悬挂的战力品越多 就证明这只伯老鸟实力越强 这就是雄性展示自己力量的方式 甚至还有一些雄性伯老鸟 会在树上悬挂一些鲜艳的装饰物来吸引异性眼球 不知道这样做算不算是作弊 为了能吸引此鸟的目光 雄性伯老鸟还会跳上一段诡异的舞蹈 模拟猎物被挂在树上时挣扎的样子 不过最能赢得雌性青睐的 还是那满树的猎物 树上的猎物越多 就意味着主人捕猎能力越强 每天都能捕获到很多猎物 这样才能养育更多的后代 当伯老鸟求爱成功之后 夫妻俩就再也不会分离 是动物界中少有的一夫一妻制 接下来夫妻俩就会寻找小草和小树枝等杂物 共同编织出一个温暖的潮雪 然后生下五个鸟蛋 当幼鸟孵化出来之后 夫妻俩就会共同养育 当幼鸟生长到四到五周的时候 幼鸟就要开始跟着父母学习挂师的技能了 虽然伯老鸟有些凶残 但是却带着诗意随着中华文明传承了上千年 伯老鸟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诗歌 《东非伯老歌》之中 一句东非伯老西非艳 黄姑之女时相见 描述了夫妻情侣离别的场景 也就是现在的劳燕双飞